2022年8月NBA官方宣布 全联盟的所有球队将退役6号球衣 来纪念一位传奇巨人的离开 这个男人在美之兰所成就的一切 迄今为止都无人能及 我们甚至无法想象 未来能够有球员将其复刻 他在13年的职业生涯中 得到了惊人的11次总冠军 其中包括了正骨朔金的八连冠 他的球员生涯曾经10次面对抢期大战 战期胜率为100% 外界将其对于篮球的影响 定义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他是用防守定义联盟的钢铁巨人 更是代表着波士顿绿军 这个球队的图腾符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这个男人就是美国精神的最好象征 1934年2月12号 一个名叫William Felton Russell的男孩 在路易斯安那州门罗氏出生 而大家都喜欢叫他Bill 因为这是他和朋友打球时 对我们呼叫他协防弹号 Bill和足攻Block都是B开头 在成长的过程中 Russell一家搬到了弯区 Russell也加盟了就读高中的篮球校队 高中时代的Russell篮球技术粗糙 除了身体优势 他的球场气质并不像一个篮球巨星 时间到了1950年 还在高中念书的Russell 正在体育馆苦练篮球 而就在那个时候 一支小球队 波士顿塞亚提克的老板 聘请了由华盛顿国会队的主教练 奥尔巴赫过来指教 无形之中 一张未来的大网已经结好 他们正在等一条大鱼 虽然他们还不清楚 球队目前需要什么 1953年 阵容其整的旧金山大学 偏偏缺了一个能抢篮板 同时不占球权的中锋 校队主教练在视察过众多球员之后 决定把球队的奖学金 给予Bill Russell 黑人 奖学金 篮球 那时的美国白人们 把黑人参与篮球运动 视为篮球粗鲁化的一种象征 Russell感受到了 来自外界极大的压力和敌意 但他却有通过 在球场上的胜利来证明自己 大一 Russell身高已达六尺九寸 他的到来帮助教练 强化了防守智商的理论 校队以Russell为球队核心 以KC Jones为主攻守 他们为旧金山大学 拿下了56场胜利 其中有55场是联胜 而NCAA传说中的55联胜 即来自Russell时代的旧金山大学 学校在1955、1956年 连续夺得NCAA冠军 Russell当选1955年 NCAA最有价值球员 Russell正是成长为一名 可以用防守改变比赛的统治级中锋 三年大学生涯 他场均可以看下 20.7分20.3篮板的疯狂数据 而当Russell在大学赛场呼风唤雨的时候 绿军主教练奥尔巴赫注意到了他 这一眼便是万年 奥尔巴赫不在乎Russell的肤色 只要能把他招智慧下 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愿意 眼看1956年夏天的选秀大会越来越近 红音教主变得愈发急切不安 由Bob Kuzi与Bill Sharman Ed McCauley搭档的进攻框架 攻抢手弱 球队正好缺一个冠军级别的防守大闸 在奥尔巴赫的眼里 Bill Russell就是那块终极拼图 但是他们不是乐透球队 手里没有选秀权 奥尔巴赫脑筋飞速转动 他需要一笔完美的交易 1956年选秀大会 现在国王队的前身 罗切斯特皇家队手握壮严签 可他们的阵容中 已经有潜力中锋 Maurice Stokes 另外 奥尔巴赫从侧面了解到 皇家队老板不接受Russell 所要的25000美金签字费 50年代中期 很多球员都因为工作不足 而选择兼职 可Russell偏步 他要成为真正的职业球员 年薪必须20000美金以上 持有帮眼签的老鹰队 因为所在地圣路易斯 仍有种族隔离政策 所以 他们绝不可能选择Bill Russell 奥尔巴赫窃喜 因为他可以不必向上交易状元签了 老鹰队是最适合交易的对象 双方在进行谈判的时候 老鹰队也把目光 放在了绿金的Ed McCauley身上 McCauley身高68 生涯六次入选全明星 更重要的是 他是土生土长的圣路易斯人 如果老鹰能够帮助塞亚提克 选到Russell 奥尔巴赫愿意为之送出McCauley 一番拉锯后 老鹰老板还坚持索要新秀 Cliff Hagen作为天头 仰看僵持不下 红衣教主最终妥协了 从时间线来看 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 老鹰赢在了当下 这笔交易为老鹰队带来了 1958年总冠军 而塞亚提克则赢下了未来 1956年夏天 绿军交易得到了 日后队史最伟大球星 也是五六年榜眼秀 Bill Russell Russell成为了绿军队史上 第二位黑人球员 但这并不代表 波士顿会用热烈的掌声 接纳Russell 得知被老鹰队选中 又被交易至塞亚提克时 Russell还忙着代表 美国南篮出征1956年的奥运会 他到球队报道的时间 推到了12月 但是这是值得的 在墨尔本奥运会上 Russell率队拿下了奥运金牌 赛季一时 冰墙马装的塞亚提克 以13胜3负的战绩开局 Russell正式入队后 他们迅速产生了化学反应 随后的48场比赛中 Russell场均14.7分 19.6篮板 他在5号位上 冰来降挡水来涂烟 1956主期赛季 他们拿下了44胜28负 联盟第一 可人们并不认为 Russell发挥了什么大作用 更多的球迷认为 塞亚提克的质变 完全是白人后卫 Bob Kuzi的作用 赛季结束 Kuzi长均20.6分 4.8篮板 7.5助攻 Russell新秀赛季 因为奥运会缺起了两个月 但他仍然砍下 14.7分 19.6篮板 篮板数据统计 联盟第一 如果当时有火锅统计的话 毫无疑问 Russell还是第一 可常规赛MVP 依旧是Kuzi的 进入季后赛 波士顿首轮轮空 冬区决赛 以3比0横扫76人前身 希腊丘自民组队 队时首次上入总决赛 绿军与当时分在西区的老鹰队 相遇在了冠军赛的舞台之上 1957年 总决赛拉开帷幕 短兵相接 双方在其万 就缠斗了两个加石 老鹰最终以125比123 破了绿山军的主场 但其兔的绿军 重置成城 扳回一城 随后的战斗 两队接近白人战 结果却是平分秋色 比赛进入强期 绿军自此也开启了一项传统 他们是同时代 所有球队中 经历强期大战 次数最多的球队 但又极少在第七场失守 还没拿过冠军的奥尔巴赫 没有更多的经验 来指导第七场比赛 Kuzi20投2中 Bill Sharman20投3中 压力来到了两个新秀身上 Russell得到19分32篮板 同为菜鸟的Hainsell 更疯狂地砍下37分23篮板 第四节 Russell的火锅和得分 帮助绿军102比101领先 但在老鹰队顽强的反抗中 双方连打两个OT 老鹰队的两大内线 接连六番离场 甚至球员兼教练都派上场 可依然无法阻止塞尔提克夺冠 这是红衣教主 以及绿军队史上的 第一个总冠军 但Russell的喜悦 却夹带着困惑 他说 我作为新秀 是球队里唯一一名黑人球员 除了训练和比赛 一切我都被排除在外 而在拿下了第一次总冠军之后 这种成就感 使得塞尔提克全队大受鼓舞 57-58赛季 波士顿以14连胜开局 并在之后延续着出色的状态 Bill Russell则在自己的第一个完整赛季 拿下领衔联盟的 场均22.7篮板的数据 在赛季初期与费城勇士的比赛中 Russell半场拿下32个篮板 创造了NBA历史半场篮板纪录 波士顿在那个赛季 拿下了49胜23负的联盟最佳战绩 在冠军赛再次与老鹰相遇 可不幸的是 Russell在系列赛第三场扭伤脚踝 即使他坚持出场 但状态不佳 最终老鹰夺下了当机冠军 57-58赛季 Russell最终拿下了常规赛MVP 可奇怪的是 他却未能入选当季最佳阵容 Russell在接下来的58-59赛季 再度以场均23个篮板成为联盟篮板王 在1959年季后赛 Russell将自己的季后赛 场均篮板数提到了27个 绿军连续三年打入总决赛 而这次他们横扫了之后的岁月中 将会纠缠不清的对手 明尼阿波利斯湖人队 Russell创下了场均29.5篮板的 总决赛篮板记录 以此为起点 波士顿正式开启了八连冠的征程 时间来到了50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 1959年 一个叫做Wilter Chamberlain的年轻天才 参加了NB选秀 当时身为球员的Don Newellson 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超级巨星 一种试图让自己看上去 比场上的任何人都强 另一种则努力让他身边的队友 变得更好 Russell就是第二种 而张伯伦进入联盟的第一个赛季 并于场景37.6分拿下得分王 此外 张伯伦以场去27个篮板 从Russell手中抢走了篮板王头衔 但从1959-60赛季开始 以及此后的多年内 篮球一直主打的是团队运动 Russell说 对我来说 篮球之美正是在于 看到一队人为了相同的目标 拼尽全力 并为了真正的团队合作 而摆正自己的角色 我尝试做的只有这个 我的队友们要完成的也只有这一点 在这支赛亚提克 我认为我们达成了这一目的 张伯伦的伟大毋庸置疑 但绿军是最后林家 59-60赛季 绿军将常规赛战绩提升到了59胜16负 甚至一度拿到了赛季的17连胜 在分区决赛中 他们击败了张伯伦的非常勇士队 总决赛 绿军对阵老鹰 Russell再度将自己的表现提高到新的级别 总决赛第二场 Russell以40个篮板球 创下了当时的总决赛单场记录 后来不服输的张伯伦 把这个记录提升到了41个 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这组系列赛的抢7战 Russell统治了比赛 疯狂掠走22分35篮板 波士顿拿下1960年的冠军 两年冠 在奥尔巴赫的运作下 王朝已然建立 在那个十年 塞亚提克这四个字 基本等同于冠军 绿军天赋云集 但Russell是不变的核心 他激紧地洞察着场上的一切 随时准备活锅 1960-61赛季 比Russell拿下了MVP 这也是他连续三夺MVP奖杯的开始 1961-62赛季 Russell长军18.9分 这是他职业生涯 长军得分最高的赛季 但张伯伦在当季 以极尽疯狂的 长军50.4分拿下得分王 可那个时候 联盟MVP有球员投票选出 最终Russell再次将MVP收入囊中 1962年Bob Cousy退役 奥尔巴赫选中了另一位 未来名人堂成员 张哈弗里奇 作为Cousy接班人 而这一举措 也凑成了联盟史上最成功的 也是最早的 内外防守大索组合 Russell以24.7的 场军篮板重夺篮板王 绿军再度于总决赛中 无偿解决旧金山勇士 夺下连续第六冠 直到如今 北美体育界尚未有球队 达到过这一成就 与如今的变动频繁相比 当时NBA的球员流动性较低 绿军借此 维持着他们的统治 1964-65赛季 Russell以场军24.1个篮板 再夺篮板王头衔 并以场军5.3助攻 排在联盟第五 他们在冬决第七场 惊险过关 在总决赛又再度 以五场之内拿下胡人 Russell在联盟里功成名就 可他很喜欢安静 那个时候 他也因为自己的肤色 备受攻击 即使他为波士顿 带来了无数冠军 他仍然能听到类似于 滚回你们非洲 等刺耳的声音 绿军的队友说 Russell说过 他认为波士顿是他待过的 肤色偏见最严重的地方 当Russell带着家人度假时 仍然会被陌生白人当面羞辱 真该把你们都送回非洲 有一次Russell一家出门三天 在波士顿的房子就被抢劫 院子外被喷上恩字眼的红漆 家具被毁坏 奖杯被砸碎 破坏者甚至在Russell夫妇的床上 大小便 Russell的脸上 慢慢浮出了悲悯苦难的皱纹 他痛恨这里的一切 他始终拒绝为任何人签名 1946年才创立NBA时 前规则就有 不签约黑人球员的传统 1950年 奥尔巴赫入住波士顿后 一人选择黑人新秀 Charles Cooper 创造了历史 Russell不齐后尘的时间 也不过才是1955年而已 种族问题仍然黑云压成成欲催 12岁时 Russell就因为母亲去世 心情大变 我变了一个人 人们都这么说 我不再鲁莽冲动 变得孤独内向 所以即使受到了嘲讽 Russell仍然会把这份痛苦 收敛进心里 对白人充满敌意 就是他反抗的方式之一 1965-66赛季 奥尔巴赫决定 专心担任总经理职务 Russell成了球员兼教练 而这也使他 成了NBA史上第一位黑人教练 但在这一年 也是张伯伦崛起的年代 他率队拿下了冠军 塞亚提克的八连冠战然而止 随后的67-68赛季 东区决赛中 绿军一度落后76人两个胜场 但最终奇迹般的 以抢7的方式赢下了胜利 Russell的关键火锅和篮板 让绿军逆转成功 波士顿回到了决赛舞台 他没有再度以6场比赛 击败了胡仁 拿回总冠军 1968-69赛季 似乎到了绿军的瓶颈期 他们的阵容核心又老了一岁 球队仅以48胜34负 打进季后赛 胡仁得到了张伯伦 两队再次会出总决赛 敖战7场 绿军再次以强大的团队精神 击败了胡仁 那场比赛过后 历史的纪录簿上新增了一条 Jerry West 拿起了NBA史上 唯一一个败者Final MVP 13年 11多总冠军 Russell向世人展示了 真正的求胜者的定义 回顾这11次总冠军之路 Russell和他的团队 总是能够在定胜负的关键战役 扛住对手的狂轰拦炸 本赛季结束后的6月30号 伟大的塞尔提克球员 11枚总冠军获得者 奥运金派得主 5件MVP获得者 5件蓝板王 William·Filton Russell 通过体育画报 宣布退役 1968-69赛季的绿军 共有8名黑人球员 Russell退役后 直到90年代 绿军的黑人球员数量 再也没达到这个数字 也验证了Russell的一次民意调查 询问球迷如何增加上座率 结果显示 超过50%的球迷回答称 减少队里黑人的数量 饱受歧视之后的Russell 在波士顿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他不中意这座城市 Russell写道 搬到波士顿后不久 我发表了一些独立 且相对明智的评论 体育记者们立刻认为 我在宣扬某些教义 他们认为我不会思考 认为我从那里得到了灵感 一些人试图把我的形象变小 切除我的自尊心 白人基本做任何事都会曝露出 让我感到冒犯的偏见 我花了很多时间 与各种形式的偏见做斗争 从50年代进入美之篮 再到称霸了整个60年代的篮堂开始 尽管他收获了一切的荣誉 但当时大环境的偏见 给这个高大的巨人心中 留下了难以消除的伤痕 尽管现在这种偏见 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但是在NBA 有越来越多的黑人球员 展示出了他们的实力 得到了外界的尊敬和喜爱 这跟他的努力和付出 有着绝对的关系 现在打篮球的比尔已经离开 我们看到的是那个 扛着反对歧视旗帜的 William Filton Russell 他的形象一直处理在 波士顿的天空 No.6 from Boston Celtics Bill Russell Hello